雲林縣的台西鄉安西府旁邊 九月底剛落成了一間觀光廁所 是赤資千萬元打造 每天的確是限時開放 上午七點半到傍晚的五點半 時間一到就會上鎖 民眾就大態不方便 而且這個橘白色屋頂 中間是鏤空的一個設計 讓民眾消失的外型 看起來怎麼會像一個大型的做事碼頭 橘白色外牆 屋頂挖了一個圓圈 這是雲林縣府赤資千萬 在台西鄉安西府旁興建的觀光廁所 九月底才剛啟用 但這千萬廁所 民眾看來看去 覺得這外型拉圓來看 怎麼就像個大型的做事碼頭 不只如此 還有民眾反應 遇上下雨天 這廁所還會漏水 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 只要一到傍晚五點半 公廁鐵門就會拉上 明明是觀光廁所 但上廁所還得看時間 民眾覺得超級納悶 原來雲林縣府考量到管理人力和夜間安全 現階段只開放上午七點半到晚上五點半 表示未來交給安西府維護管理 會和廟方研議全天開放的可能 斥資千萬元打造的觀光廁所 從外型到使用上 似乎都還有恆大改善空間 記者方中辰 雲林報導